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平,大家都教我评书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样把微博打造成提款机的 先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李平,我是微博的头部教育博主,现在粉丝是100多万 然后呢,我上个月的阅读量是1.3亿,单篇最高阅读量是4200万 而且这是我在4万粉丝的时候的一个阅读量啊 然后呢,我们目前我们公司大概70%的收入是来自于微博的 很多人说微博不赚钱,其实你要会做的话还是蛮赚钱的啊 然后呢,我介绍一下我的微博的那个阶段吧 我是2009年就开始微博的,微博头第一批用户吧 然后呢,我的微博其实是分四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2009年到2011年阶段 这个阶段呢,我的认证是书评人,然后是过来改为作家 这个时候呢,我的粉丝是一万粉丝 整个停留在什么程度呢,就是玩 就是玩啊,就基本上就开眼界 在微博上看了很多人,很多牛人 见过很多事情,非常开眼界 然后呢,微博是我的大学 现在微博上学了很多东西 然后在这个阶段呢,微博上有些约稿 比如说有些人直接从微博找到我,约写专栏之类的 这是有的啊,大概也有点小钱进来吧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是2011年到2013年啊 缺切的说是到2014年的4月份 这个时候呢,是我的媒体人和出版人时代 这个时候我先后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和中国出版商报工作 然后呢,当时负责书评和一个叫中国编客的一个专刊 是专门研究出版的 这个时候呢,我的粉丝从一万涨到四万 从一万涨到四万 然后呢,我出了一本书叫做畅销出潜水责 后来又陆续出了几本关于出版的书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在 这个时候我没有开始创业 但是我自己也其实也开始做一些出版的工作 这个时候我打造了一个出版专家的个人IP 就是当时我在这个出版界里面呢 就以出版专家身份出现 而不是以媒体人身份出现了 这个时候有很多商业合作都是微博上找过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微博对我来说呢 是可以推我的书 也可以跟媒体结合嘛 等于是媒体书和微博三个结合起来 打造了一个出版专家的个人IP 然后呢,有各种商业合作 比如说有些培训什么的 很多都是从微博上找过来的 这是我的第二个阶段啊 第三个阶段是2014年到2019年 这个阶段是我的初创业时代 这个时代我是从2014年的 4月份到5月份开始离职嘛 开始离职创业 然后我同时兼职兼了半年 大概兼到2014年年底吧 在中国图书商嘛 接到年底 现在就没再兼职了 后来又专门创业了 这个阶段呢 我们初创业阶段呢 我们做的主页是出版 然后还乱七八糟 做了一些其他的业务 这个阶段呢 我跟微博呢 我也说了啊 就是粉丝流产 因为粉丝四万 一直都是四万 到2019年后都是四万分次 这个阶段我们是跟微博若即若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阶段我的定位变了 我之前的出版专家身份 并不有利于我的创业吧 创业我们做了 除了出版之外 我们也做了培训 我们也做了教育 反正做了乱七八糟 做了好多好多项目 大概做七八十来个项目吧 然后呢 有些是还赚钱 有些不赚钱 有些赔钱 反正是这个阶段 我做的比较混乱一些 这个阶段 我有些作者和客户 是来自于微博的 也还行 也是来自微博的 这是我的这个初创业阶段 下面一个阶段 就是青创业时代 2022年呢 到2022年 是我的青创业时代 大家可能都知道 2020年发生什么事情 我之前微博写过这么一条 2020年的年初的时候 我就说 那个当时那个疫情啊 对于某些行业是一个致命打击 对某些行业是有利的 比如说自媒体 微博啊 那个其他的其他的自媒体平台 还有叫那个 现场培训之类的 这是一个利好的阶段 然后呢 当时我看到那个 那个情况 我就屁股要了 我赶快把我们的重 我们要不要重工业吧 就比较重的项目 全部裁掉了 把我们的那些有库存的 有账期的 然后呢 那个比较危险的项目 那个需要很多人的这种项目 全部砍掉 然后呢 这一年我就开始真正做一件事情 我用了四个月时间 四个月时间啊 从2020年的二月份到六月份吧 四个月时间呢 我把微博从四万粉丝写到了 八十四万粉丝 我记得是这个数据吧 八十三八十四我不太清楚了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 为什么要认识写微博呢 其实两个奇迹啊 两个奇迹 二一八年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教育公司 我们做了很多课 做了很多课的时候 课程卖的并不好 课程做的很好 真的课程很好 那个时候 我当时有个教育公司 是跟一个英服出来的高管合作的 他们做课非常的有经验 做完课的时候卖的非常差 当时我就去找一个 手里有很多流量的朋友合作 他们手里有六千万的四月流量 合作想卖课 对方直接开的价是七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家拿七我们拿三 我们提供产品 人家帮我们卖 服务都是我们的 人家拿七 而且这是新客的价格 如果老客的话 就是我们卖过的数学 人家再帮我们卖九亿 人家拿九亿 那个时候我就非常震惊 我说流量原来这么贵 流量原来这么贵 我们辛辛苦达到产品 不如人家做流量 对吧 就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 我都是 2019年我就在想 怎么样做流量 但2019年没有做 因为其他事情没有做 手头说人就忙过来 2020年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人家做这件事了 因为我想明白一件事了 就是流量才是最好的产品 因为这是这个时代呢 从做出版的时候 开始我就知道 书并不稀缺 但是流量很稀缺 然后呢 那个时候 但是我在合作阶段 我就特别清晰的知道 流量才是最重要的成统 2020年正好也遇到疫情嘛 我就把那个 我们的重 比较重的项目 全部解散掉 我就开始认为写微博 因为当时我就非常有目的 地开始写微博了 我就希望把我微博写到 几十万粉丝吧 当时没有想到百万粉丝 几十万粉丝 我心里想 有几十万粉丝 怎么能够过我了 如果我在微博上有个四五十万粉丝 当时我的目标是四五十万粉丝 我有个四五十万粉丝 我就是把公司解散掉 只靠微博都可以活得很好 2022年 我是非常大的明确的目的 请去写微博的 当然我当时也不太记得到怎么做 就是凭本能来写嘛 我大概是写了两三个月之后 我就写出了一个 四千两百万决读战的一篇 一个文章 当时纯写 当时我不懂微博的任何规则 也不花钱 就纯靠内容去攒 硬写 最多的一天写过一百多条微博 全原创 就一天到晚就在写微博 大概写了两三个月之后 我的微博从四万粉丝 涨到十三万粉丝 四万涨到十三万 然后微博开始给我推到八十多万 就是实话实说的 就是我三个月写到十几万 然后微博开始觉得 我的内容太优质了 就开始拼命给我推到八十多万 再往后八十多万到 我现在一百多万 这都是辛辛苦苦写出来 这个时间就比较难写一点 但是在大概是从2020年的八九月份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微博上赚钱了 看到微博开始赚钱了 就是因为我有流浪之后 我就开始赚钱了 虽然大家很多人都说 微博的流浪不是钱 说微博大会不赚钱 是吧 但其实微博流浪还是蛮贵的 你们可能不清楚 微博流浪是大概起 你花两百块钱 能给你推 多少流浪来着 两百块钱大概推 四千个流浪 两百块钱 四千个流浪可能这样吧 我还记得了 总之挺贵的 这个东西 真的挺贵的 就花钱的话 还是挺贵的 另外呢 很多微博大会 其实是不懂 他不懂那个商业变形模式 而我们做法呢 我跟其他的自媒体 他都太一样 我是先做媒体 做出版 然后去 去做那个 去创业 创业之后 又回来做自媒体 所以我的商业逻辑 是非常清晰的 我非常知道 该怎么做 他们赚到钱 所以呢 我这个阶段呢 就把从2020年的八九月份开始 我就看着微博赚钱了 然后呢 2011年的 我们打造了一个新的产品 叫短 短生命带货嘛 2021年啊 2021年 我们用一年时间 打造了一个新的培训产品 叫短生命带货 呃 薛带营 这个产品 现在是我们的全都产品 基本是 培训记的天花板产品啊 就没有人比我们做的更好了 这实话谁说的 然后呢 我大概从2020年的 2022年的那个 10月份开始 就开始收钱 收的比较多了 赚钱收的比较多了 这个时候呢 微博基本就是我的提款机 到现在呢 微博 我们公司的收入啊 有70%是来自于微博的 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 所以你们知道 为什么有时候我在微博很小心 一来说我不喜欢卷积某些纠纷 二来呢 你想一下 这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款机 我当然不想把它做砸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青创业时代 微博是我的提款机 好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不理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微博是怎么赚钱的 我们来看一下收入公式啊 这个收入公式其实就是我们开公司的一个基础 我们做公司一定要知道这个收入公式是个啥 收入公式就是收入等于客户基数 乘以转发率 乘以转发率乘以单客价值 这个就是收入公式啊 这个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你的收入等于你的你有多少客户 然后呢 成续转发率和客户给你贡献多少价值 这个就是收入公式 特别简单的一个公式啊 那么按照这个公式呢 我们就很理解一件事 就是如果转发率和单客价值不变的情况下 只是流量增加一倍 理论上我们就能多上一倍啊 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 你看我们回来看一下 如果当我们的转发率不变 单客价值不变 那么只要你的客户基数 就是流量嘛 客户就是流量增加一倍 理论上就能多上一倍啊 当然史操的时候有各种因素影响 但实际上 但理论上就是可以多上一倍了 如果已经要增加十倍呢 理论就能多上十倍了 就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啊 我当时在做我们的教育课件的时候 我们就只有这么想的 我们把我们打包好一个非常好的课件 做到一类第一 短视频带货训练营 做到一类第一 帮助打工人 老妈和那个学生 来做副业增加收入 这是我们的全球产品啊 我们真的是做到了那个 听话照做保证出单 然后很多学员都在赚钱啊 OK 那么这个产品打造好了 打造好之后 我只要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把流量做好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面就很清楚 清楚的知道这一句话 叫做流量密码就是财富密码 说清楚了吗 流量密码就是财富密码 也就是说 当你有了一定流量以后呢 你只要有流量 你就可以找花钱 这就是财富密码 当然微博现在呢 很多人 很多大V是不怎么赚钱的 微博未来 其实是想努力扶持 大家从微博上赚钱 微博要开电商 要开支付费什么之类的 就让大家赚钱的 所以我现在可以跟我说一下 你如果说现在做个微博的话 尽快做到几万粉到十万粉 你就有很多机会 很多赚钱机会 想换你自己绰绰有余啊 想换你自己绰绰有余 我跟你这么说一句吧 我在之前跟我员工说过一句话 我说现在我把公司关掉 把所有的员工都解散 只靠我一个人靠微博 我就可以活得很好 只靠我一个人靠微博 我就可以活得是一家 运营良好的 非常赚钱的公司 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啊 自媒体其实是可以 做到这种程度的 大家这么给你们讲吧 甚至说你有 你有个几千粉丝 一万粉丝 你就可以靠抽奖了 靠一些莫名其妙的 一些小合作中 赚到不少钱 就能活得很好了 我在微博里面 我在我的微博产品里面 写过一个 怎样靠抽奖 做抽奖号 年轮20万 那个真的不夸张 那个如果我真的闲得无聊 去做这么抽奖号的话 我真的可以年轮20万 这是一点不夸张的 只要你会做 但这个前提呢 首先你要有个微博 有个流量 有些粉丝 那么在这个时代呢 就很简单 看到这句话 这句话是我反复讲过的话 我们在做商业培训的时候 反复讲过的话 谁能低成本解决流量问题 谁就可以做好几乎任何生意 微博的很多博主 不赚钱是因为 他们不懂商业逻辑 他们不会做生意 但如果你会做生意 那么你只要解决流量问题 你就可以几倍十倍的话 把生意做那个方便做起来 就这个标准 我们这节课呢 讲的是微博报凡课 就讲你怎样提高你的流量的 然后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微博的变先课 会有这样一些课程 下面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该做免费流量的 还是该做付费流量 这个问题呢 因为二一吧 因为二一啊 如果你是一个 怎么说呢 如果你是一个重考号 或者说是个电商号的话 你一开始做付费流量是合适的 你就砸钱就好了 砸钱算产出比 投入产出比 砸多少钱 多少粉丝 然后粉丝能给大家多少收益 这是一种玩法 这是直接砸付费流量的 我们在微博上 天天见那些特别牛逼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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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抽奖 抽大奖 抽几万块钱大奖那种的 基本都是电商号 当然我自己也测过这种流量 也测过 对我来说不合适 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 因为我做免费流量 做的蛮好的 我做内容量做的挺好的 普通的自明铁人 就是普通的微博玩家呢 我建议你先做免费流量 先靠内容来做 因为之前 我之前是不懂任何规矩的时候 我硬靠内容 也做到了八十万粉丝 对吧 然后呢 你先去把免费流量的逻辑 研究清楚了 就是怎么做 做内容 这个流量研究清楚了 在这个基础上呢 适当的付费加持 就是普通的微博玩家 不要去做 一看就不做付费流量 一开始先去做免费流量 免费流量的逻辑也就清楚了 再去付费加持 这就给大家建议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 我们这个课程是这样的 目标是十倍提升你的 微博有多量 然后呢 没有废话 韩哨理论 全是十道干货啊 因为这个事 就是我做过的 就是我做过的 我从一万粉丝 做到四万粉丝 然后有几年没没做 然后呢 又又几个月 做到八十多万粉丝 做到一百多万粉丝 然后呢 我们又有很多的 边线途径 我用免费流量 做到八十多万粉丝 然后呢 从九十多万粉丝 到一百万粉丝 一百多万粉丝的时候呢 适当的付费 然后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 付费的测试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大概最近两个月 在微博花了 一二十万块钱吧 这个钱其实有些 不是必要的 不是必要的啊 只是在做测试 只是在做测试 因为我发现 任何的流量的方法 都可以测一下 我们也做过很多测试 就是付费流量 这一块 微博的付费流量 这一块 我基本全测试过了 有些对我有用 有些对我没有用 有些是合适 划算的又不划算 然后微博的免费流量 就内容逻辑呢 我们基本也是 也可以说也是专家 因为我 我不跟你讲了吗 我们写过 四千两百万的 阅读量的那个文章吧 那就完全的免费的流量 比如说正常 如果我愿意 认识写片文章的话 写到一百万的播放量 一百万的阅读量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些课 我们的微博爆款课的 目标非常清晰 就是十倍提升 你的微博约费流量 就你来了之后 至少十倍提升 微博约费流量 至少 我没有说 至少两个字 很可能更多 那么这个课程 你只要听了 微博约费流量 就会十倍以上提高 然后粉丝也会慢慢增加 关于怎么增粉 我们也会有个课来教你 就是你只有约费流量 没有增粉 这也是可能的 但我会教你 怎么样约费流量提高之后 也会增加很多粉丝 方法 可能有几种方法 每种方法 都可能让你十倍提升 我重复一遍 我可能教你七八种方法 每种方法 都可能十倍提升 你的微博约费流量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这些东西 全是我摸爬滚打 滚打 我全部是测试过的 全部自己做过东西 才出来教你 而不是单纯的 一个理论概念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微博爆款课的一个介绍 就是我介绍了 我是怎样做微博的 是怎样靠微博赚钱的 怎样把微博 又做起来的 怎样做到粉丝的 OK 那么我会把我的方法 毫无保留的交给你们 好了 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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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